英國的紳士 我們看到有一位英國紳士在前面 後面有一些類似大清帝國的官員、清兵 整個裝束表明不是民國時代還是在之前 大概一百年前左右 香港的港督盧吉著士 他的任期正是橫跨由大清帝國去到新海革命 建政民國成立這幾年 到了當時1997年 是否另一個帝國的崩潰呢? 崩潰之後又會發生什麼事? 裡面亦是說這個空氣是有神奇的作用 你真的要開罐、呼吸 你就要承受自己的風險 因為自由的空氣,它的代表是潛台詞 你吸了一口,一輩子都不能回頭 所以我還是不用回頭 你也會發生什麼事嗎? 我不會不得與其他領事